另外宜蘭市一名17歲的少年曲季祥 日前因為車禍惱死 家屬決定要捐出可用器官宜愛人間 不過因為這名少年的家境並不好 所以他的學校宜蘭高商就特別發起了募款行動 總共募得了50多萬 而學校今天將這筆錢轉交給家屬 宜蘭高商進修學校學生曲祥季 日前因為發生車禍惱死器捐宜愛人間 由於去同學是獨子 家中又有高齡祖父母 當鐵工的父親收入也不穩定 學校因此也發起募款行動 募得50多萬元 並在今天轉交給屈爸爸 那想起爸爸他能夠讓想起來完成這個器捐 事實上也是大愛 也對社會的一個關懷 那因為當時許先生這邊募犬 當時他在大業當中 那因為我阿公這邊需要照顧 所以整個一個情況也是需要說 希望大家能夠給一些關懷 還有前校的師生 這是人機幾機人力幾乎的精神 來幫忙協助我們起家 在整個經濟上能夠改善 那最主要這個活動的意義 我想這個不再金額的這個多寡 最重要就是說我們把這種有益的事情 讓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屈爸爸收到捐款表示非常感謝 但也計畫播出一部分 用孩子的名義來給學校做獎助學金 很謝謝學校方面跟議員這方面對我們整個家庭這麼大力的幫忙 後續的我會再跟父親商量看看 是不是能從這筆錢上面提拖一些作為學校的 類似給我們做獎學金的方面 利用相機的名字看看能不能作為獎學金繼續再回饋給社會這樣 屈同學這次摘取腎臟 肝臟 胰臟 心臟 在送往台大榮總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後 讓六名病患有了重生的機會 一段新聞記者黃竹漢 莫道